CBA最新三消息,一键连重返广东,郭爱伦遗憾决定,赵瑞最新收获。 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小九。 继续关注CBA方面的三个消息,CBA新赛季即将临近,不少球迷也对于本赛季的形势进行了分析。 原本辽兰是占据了极大的未免优势,但因为主帅杨明出走,辽兰杨帅还需要继续磨合,未免冠军也肯定会受到波动。 特别近日,郭爱伦又再次被爆料做出了遗憾决定。 看来辽兰夺冠是悬了,知名媒体人爆料,郭爱伦确认将缺席今年的CBA联赛。 郭爱伦本人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网友们关心的消息,他表示我的腿完蛋了。 看来上个赛季的腿伤在本赛季仍然是他最大的困扰,而郭爱伦很难说之后是不是会因此而提前退役。 那么第二个消息是关于广东队,辽兰夺冠军艰难,广东队却迎来转机。 本赛季广东队虽然是季前赛,表现并不如人意。 但周期的加盟以及双外援的配置,宏远还是非常能扛打的。 近日广东队也再次迎来了好消息,那就是已经正式宣布退役的一剑联正式的重返广东。 不过并不是回赛场打CBA了,而是他已经承担起帮助广东南篮推广和商业活动的工作任务。 一剑联如今在广东的职务,类似于宏远篮球品牌的推荐官, 但也证明了他的心真的是和广东宏远绑在一起的,相信新赛季广东队还是非常有机会夺冠。 另外第三个消息是关于赵锐,众所周知赵锐本赛季被交易到了新疆南篮。 作为新疆南篮的新人,高人气的赵锐还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追捧和喜欢。 在机场也有很多球迷是自发地进行了接机, 另外还有很多美女给赵锐送上了鲜花,而赵锐也很开心地完成了和影。 赵锐的性格阳光开朗,或许来到新疆队之后呢, 不但能够帮助新疆队冲击总冠军,还能有机会去认识到漂亮的女朋友, 希望她能够在心的征程,爱情事业双空收。 好了,这期视频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